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約束集港的最新情況 說的是再多30位非洲底港人士被驗出有約束 隨即現在送到各大公立醫院 因什麼解救搞得那麼淪盡 令變相政府那方面也承認加恩這個約束集港 也有人財流失的情況 不知道醫療負荷出不出現問題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說說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經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消息指增加至少30位非洲底港人士感染約束 超過100位非洲旅客在荔月酒店監察 報道的內文是感格本港受到新冠疫情 和約束夾擊 上個月一共錄得30宗新增的約束輸入個案 主要是非洲基內亞底港的中國工人 其中一名52歲的男病人 檢疫期間在酒店死亡 消息指當局已經為檢疫酒店裡 近100位非洲底港人士抽血檢測 發現有三分之一帶有藥疾病毒 即是多了至少30位非洲底港人士染上藥疾 病人將會獲安排到廣華醫院 伊麗莎白醫院等等治療 另外據悉 再多超過100位中國工人 昨日底港 全部被安排到灣仔的香港荔月酒店 進行醫學監察 早前有指上個月染疫的30名約束病人 都是由非洲底港的華工一同受聘一間非洲的中國公司 他們底港過後都是陸續發病的 醫管局昨日表示大部份患者患上惡性的藥疾 醫管局昨日表示大部份患者患上惡性的藥疾 症狀較為嚴重 至今已有1人病逝 1人危殆 另外有19人留意公立醫院 正在緊急採購相關藥物 跟進患者同行者等等 當局有提到 近月藥疾的個案較大比例來自非洲基內亞 所以已經聯同衛生署派出醫療隊 到機場篩查機內壓抵港女客 並即時安排懷疑感染藥疾 有臨床需要的女客入院接受治療 拍攝短片時間 死亡人數最新更新為2人 兼且有十多人都在深切治療部等等 令變相最新數字 再多30人都疑似感染藥疾 情況較為嚴重 首先藥疾是一種傳染病 透過蚊釘 若然蚊釘了有藥疾病毒的人 再釘另一個人就會傳染 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不得不防既有新冠疫情 接下來也有一個比較大規模的藥疾集說話 根據HK01的另一則報道 疫情、藥疾夾擊 醫管局就說超過一成的服務已經受到影響 人才流失 引致手術減少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疫情反彈 確診數字連日攀升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 在8月6日表示 本港正受疫情和藥疾夾擊 若果藥疾的個案持續增加 或者是要騰空病床 處理新入院的病人 將會分薄應對疫情的能力 而現在已經有約莫一成多的醫療服務受到影響 他就說 人手流失也影響醫療服務 舉例 麻醉科的情況尤其嚴重 令到部分手術需要減少 強調醫管局已經推出房屋津貼等措施 吸引新血留在公立醫院的前線 劉家憲在右線新聞的一個節目中提到 新冠肺炎確診數字上升 加上這個藥疾來襲 公立醫院承受的壓力更大 就說 如果真的多了這些病人入醫院的話 我們會嘗試將新冠病人已經康復 可能會轉到二線的隔離病房 這樣就可以騰空一線的隔離病房 去處理新入院的病人 他坦然這個舉動會分薄應對疫情的能力 又指現在若沒有一成多公立醫院服務受到影響 但強調現時仍然能夠做到床等人 每間醫院每日都會預留病床應對確診者 而亞洲國際博覽館也正處於備用狀態 將可以在48小時內啟用 他就說 現在私家醫院合共借出300多張病床 給病情穩定的公立醫院病人轉軟 以舒緩公立醫院的壓力 他舉例子 病情穩定的病人 包括已經接受通波仔或骨科手術 需要接受復康治療的病人 如果適合可以轉軟 若疾的情況突然之間集港 亦都說各大若疾的病人 當中絕大部分都是中國工人 已經送到各大公立醫院 不過局方已經坦然現在有一成的醫院服務 受到影響 較早前私家醫院曾經 騰出藥膜300張病床 暫時看來真多足少 還未能應付到公立醫院的前線 即是非常大的壓力 加上藥疾這件事突然之間殺出來 到現在都未知道為何要特意來香港做過檢疫 再回內地是怎樣安排呢 相關的公司原來是中國公司 在非洲做工程 近期正在安排工人回來香港 做過檢疫再以內地做目的地 究竟為何要這樣走 為何會來到香港這個位置 為何在檢疫期間陸續出事 而且感染率亦非常高 有關藥疾的情況我們會持續跟進 亦都希望藥疾不要在香港擴散 另一邊相亦跟進一下今早早那宗屯門的傷人案 根據HK01的報道 22歲運輸工人腦出血、命危 疑胸和傷者認識半年 報道的來文是 感染屯門清零經嚴重傷人案 三名男子遇襲受傷 其中22歲的男子頭部重創 腦出血昏迷 目前情況危腿 據悉三名受害者與一名被通緝的疑空認識 當時在食肆、飲酒、聊天 期間發生激烈爭執 有人懷恨在心、吹雞 照來七名大漢尋仇 命危的男子姓娘 22歲 人稱阿佳 運輸工人 據了解警方正通緝一名涉案男子 他和阿佳等人認識約莫半年 事發時間 他和阿佳和姓張39歲的男子 和姓趙41歲的食肆男職員 在清零境庫禮大廈地下一間食肆 喝酒聊天 期間爭吵起來 那個男子忽袖而去 照來七名大漢找悔氣 阿佳和兩名友人遭遇偶 有人撿起雨傘和街上廣告牌撕集 阿佳寡不敵眾 頭部重創昏迷倒地 兇徒得手過後 鳥獸山 救護員港底將阿佳緊急送院 證實頭部被阿佳擊中 出現腦出血 目前性命垂危 其餘兩人分別是臉部和腳部受傷 一併送院呼致 HK01的記者 今天下午重返現場了解 附近商店如常營業 氣氛平靜 有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商戶指 阿佳應該是屯門街坊 經常在清零境春末 也有光顧附近食肆 今天有街坊指他遇襲受傷 就說希望商者沒事 因為真是街坊皆理 來不來都會有來吃東西 據HK01的最新報道 據了解 疑兇和這個商者認識 一言不合吵架 並且吹雞 召了大量的人到場打鬥 現在相關的商者情況危態 事件繼續調查當中 另外亦提提各位老友寄和 根據HK01的報道 Harkandise再多6款雪糕 或者受到致癌物污染 進口商就說已經封存 沒有流出這個市場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食物安全中心日前表示 兩款Harkandise雪糕 可能受到歐盟禁用的除害劑 還養月圓污染 呼籲業界停售 和市民要停止食用 Harkandise香港進口商 在今天8月6日公布 歐洲聯盟委員會食品及 治療快速預警系統通報 有另一個批次 亦曾經進口香港 不過香港Harkandise已進行封存 受影響的產品 未有在市場流通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Harkandise的進口商 承認有一個批次來到香港 不過已經封存 沒有流出市面這樣說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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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